王子復仇季勝利的一戰加一 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 最小兒子K董張國偉 確定能獲得140億遺產之後 態度最新曝光 根據有人透露 K董感謝法院還他公道 只不過如果三哥張國震 後續拒絕執行遺囑 將不排除再提告 這個我沒有什麼太大的意見 因為畢竟大家都一家人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現在就讓醫師跟法官他們去組合 兄弟繼續對布空棠 恐怕依舊在所難免 關鍵就是因為 張榮發遺產種類實在太廣 除了存款 股票不動產 法律上都有特留份 也就是說姐姐還有三位哥哥 依舊有繼承部分財產權利 如果彼此無法協調分清楚 還是得走上法律裁判分割 那中國可能就是會 去做遺囑的執行 然後先把他全部歸在自己的名下 然後等那個他們兄弟姐妹 來告他特留份的扣檢 然後再把他扣檢回去 那不到超過一百億 最多只有八十幾億 至少還要拖個兩三年 尤其被視為是長榮集團 海外大金庫的巴拿馬長榮國際 K董雖然合法越居 單一最大股東 但目前登記人 依舊是大哥張國華 還是得先經過跨國變更程序 到事先前 代表K董狀告巴拿馬長榮國際 和長榮海運 有不當利益輸送的律師 已經又搶先跳出來喊話 呼籲追查當時交易的合法性 也只是股權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那海外公司 以前所做的任何處分 都不會因為 這個遺囑的有效認定 而受到影響 長榮集團資產龐大盤根挫節 如今看來K董要順利拿到巨額遺產 恐怕還有得等 東三採電新聞 張博祥葉子晶台北報導